这里是连接我国内陆与东南亚的重要枢纽 这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 海口一座充满热带风情的滨海城市 寻宝走近这里 我是从甘肠兰州来的 我带了一件七家文化的玉盗 这次海口国宝非我莫属 嘉宾主持的寻宝栏目我特别喜欢 这次来的海口我家里也有宝贝 我会去参加海选的 终于普通藏友终于看到寻宝走近海口了 我的宝贝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今天继续在海口进行我们的寻宝之旅 上一周我们海口一共有500多位藏友 带了一千多件藏品跟我们专家见面 不过精彩还在继续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很多藏友的宝贝 还没有给专家见面对不对 对 好宝贝都在这一集呢 而且要用当地一个特别的话欢迎大家 这个姑娘我要说的不对 你来你来纠正 当地的离族话 非常好 非常好是吧 你再来说一遍 离族姑娘标准的离族话 意思就是欢迎大家到海口来寻宝 好的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寻宝之旅 我们首先认识一下我们四位寻宝专家 蔡国生 玉器杂像建定专家 上海市文博副研究员 金申 古代青图国相建定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金月昌 书画建定专家 故宫国务院副研究员 邱小军 古陶瓷建定专家 原陕西省文博研究员 野城海口 寻宝 走进这里 海浅现场热闹非凡 藏有热切期待 这个比哈的大战 我还记得在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 都没有哈里的比大 它是明清时代的 在我心目中是无价之宝 它是爷爷传下来的 这个玛瑙这个鼻烟壶啊 是自己用过的东西 一定能当选为海口的民间国宝 我这个是2003年 在海口国安市场炒到的 我觉得它很特别 很漂亮 然后我希望它成为海口民间国宝 我这件宝物是清代雍正年间的 它是官窑 它的价值呢 可能在80到100万甚至更高 它是故品 我相信一定能抽取国宝 寻天下宝品五粮春 寻宝是由五粮春独家特约播映的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位藏友 既然你刚才教了我黎子化姑娘 来你第一位上场好不好 来 我今天带来的是李景的一个极品 叫龙背 龙背 对 龙背呢 顾名词异就是龙是皇帝的意思 背呢 它是作为装饰品 在皇宫里作为墓布或者屏风 这就是皇帝就在 这前面说话 欢迎参加寻宝 这个呢 为什么是三幅要拼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这是采用最传统的古老的巨妖之机 我们的阿姐阿婆 只能支出像胯一样宽的这个 李景 非常漂亮啊 因为我们寻宝走进海口就有一个期待 是希望能够看得大门鼎鼎的这个李景啊 这是三幅龙背 这个东西叫龙背 对 就是汉语的时候叫龙背 但是李语它是叫安踏 然后它翻译过来的汉语就是龙背 龙就是皇帝的意思 背呢 它主要是墓布和屏风 装饰皇宫用的 它在元朝明朝清朝的时候 主要是进贡皇帝的一种贡品啊 你是少数民族吗 李族 哦 李族 这个秀啊 在我们这里偏远的海南地区 少数民族的那个秀宫里边 各种类型的蓝 这 秀 包括它的图案应该说是很罕见的 别有一种粗犷豪放的味道 它没有什么苏绣那么精密 湿腻 但是它这个 粗旷的美 味道很足 对对对 这种记忆失传 失传了 就是现在汇知的人可能存在 但是比较少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对对对对 我想呢 如果我们寻宝不来到海口 也不会看见这样古老的民族艺术品 非常感谢您 好 谢谢注意专家 这个大罐呢 是五彩的大概罐 前些年呢 在香港的拍卖 有一件拍了四千多万 你这个罐子呢 比我们见到的那件罐子 要大了好几倍 所以这个漆卧上就值得使人怀疑 另外我们看这个五彩的 鱼藻文化的非常的死板 而且材料没有自然老旧氧化的痕迹 所以这个东西显然是一个 当代的一个工艺品 您好 郑先生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小朋友在干什么 在打水 打水 这个很贵的 贵在哪里 我1962年在广州度大学 那时候两次紧张 三年困难还没有经过 那边有那些地毯的 现在我们才叫做地毯 就卖这个东西 我当时是花了 四十块五 六二年 那四块五也不少了 哎呀 第二天后来 先通考几天啊 这个东西要我的半周月的 可惜费 您自己后来研究它 您觉得这应该是哪个年代的 汉代的 汉代的 No.1 No.2 No.2 今天我要来什么呢 跟大家拼一下 拼什么呢 拼老及格 拼人分 看你今天能不能成为No.1 No.2 No.2也会赢了 这是一个清幼的人物的积水的一个涌 这种清幼的和我们隋唐时期的那种清幼类似 但是我们看这个东西呢 它的人物的形象和什么年代都对不上 也不是隋唐的 也不是宋代的 也不是汉代的 这个柚子呢 稍造的不均匀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一个现代的一个 易造的一个工艺品吧 结果 不敢讲了 不敢讲 讲不出来了 传家说这个东西做得很漂亮 像下代的 很久的 但是还在去旁照 所以我回去就不要那么小心的说那么好了 放心 郑老先生 您的藏品也许不是No.1 但是您的口才 您的这边去 No.1 No.2 两只小羊啊 你是不是属羊的呀 不是 不是啊 你为什么收这么两只羊呢 是因为爷爷很爱羊 各种羊形状的文物它都收藏 我家有60多只 这是一件青铜的 阳形的灯 阔阳灯 你看这个地方是放油的 然后呢翻过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圈子 说明是插蜡烛的 造型上生动有力 功能上呢 构思巧妙 因此是一件非常难得的 西汉的青铜阳形灯 贵阳灯 非常好 但这件呢 供不老 年份呢 就和您年纪差不多 背后的这个颜色是能供的 不是什么纸料带皮 不是的 所以这件呢 只能说是工艺品 哦 谢谢这点 好吧 来 各位藏友 黄花梨再次出现 先生你好 你好 这位姑娘叫黄花梨 哈哈哈哈 这个是 这是一把 这是一个 一件神鱼 就是说祭神 神鱼 对 它这是一个祭神的时候用的一个神器 哦 神器 你这宝贝是怎么来的 哎 这个是在五年前 我爸爸就是和广东一位藏友 看着都喜欢这件藏品 但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 就被广东的那位藏友 哦 然后呢 先请走了 我爸爸就说 他实在是特别特别喜欢 在往后的两年中 对他进行一个拜访 然后在我们要 就是说回海南的时候 他实在是被我们感动了 然后呢 就把这件就说 就说转卖给了我们 那多少钱 对 记得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买的收拾不到20万 哇 哇 哇 你真是还大了 他就壮大了 对 对 对 这应该是清朝时候的一个神鱼 哦 这应该是大家有一个神像 旁边还有这个杆子 没有 抬着他这去游行的 对 对 是这样的 抬着走 对 对 电动性呢 呃 材责来看 就是我们海南黄花里做的 那种珍贵的材质 还是当地的做工和文化 所以好好保持 谢谢 来 请神鱼就座 专家说它是清朝的一件神鱼 然后呢 雕工也是海南的雕工 当时关键就有一件事情 我忘记了 价格 我没问 你是真忘了问了 是吧 你们可以给我认为这个是多少钱吗 这个 一刀 有多重啊 差不多八十多斤 八十多斤呢 八十万 全叫 非卖啊 好 谢谢 谢谢 薰摇炉啊 嗯 不得闹的 九八年时候在内蒙出差的时候买 买的贵吗 不贵 我觉得那两万多块钱 两万块钱 这东西啊 啊 气形比较大 啊 比较少见 东西是元代的 不错 是 买对了 这得几十万呢 哦 我们看这个元军怎么看呢 这个柚子啊 肥 光润 现在做的柚子是化学配的 非常的明亮 哦 而且底下的这个胎呢 现在做呢 是有益刷的一个褐色 哦 和这个不同 所以看到这种呢 自然形成的氧化的褐色 就是老的 应该是个很难得的一件 元代军摇的一个大剑器 写的是奉天告命 奉天告命 告命呢 呃 是皇帝赏赐给一定品级的官员 他的直系亲属的荣誉封号 这叫告命 它是多半呢 都是由五色织锦写成的 您这卷告命呢 是用一种带有云龙纹的黄色宣纸写成的 啊 我当时就是说也不懂 不懂 就是说买来写一下书法 呃 直言相告 您这卷告命呢 不是真的 尤其后边的满文 完全是印刷的 印刷的 啊 这个前面呢 可能有写的 但是呢 字体也不好 我劝您呢 不要照着它来练字 这越练越坏 很拙劣的 好了各位藏友 我们寻宝走进海口的鉴定呢 已经过半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有上千名藏友 我们也鉴定的藏品也超过上千件了 那么究竟还有哪些新的藏品 让你眼前一亮的藏品会出现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出场 赵丽华有请 很漂亮的一个磁枕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宝贝 哦 这个宝贝呢 是那个几年前 那个在朋友手里面 用一块玉换过来的 用玉换的 对 我当时八年前的时候 就买了那块玉都花了几万块了 亏了 你拿玉换了一块 磁都过来了 你用玉换了 全 你亏了 我觉得痛亏 所以说今天看是 像带过来让专家看一下 你往这里走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东西很烫手 就是说刚出炉那感觉 有那种感觉吗 我很自信 我们一位女藏友 说拿玉换词 好像听起来不花色 那要看这什么词 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 它应该是宋代的 如果是宋代的玉换词 那就值了 行 跟我们在家交流一下 好吧 谢谢 这个磁笋是几年前 用一块玉换的 一块玉换的 对 这种东西呢 应该看来是月换的 浙江地区月换的 有镂空的 刻的是和莲纹 造型啊 又光又色 都符合月换的特征 磁枕呢 在南方制作的比较少 这可以说是南方 烧造磁枕的一个 可能比稀少的一个窑口 东西呢 是个真的 也许是北宋的 值得收藏 谢谢 底下有个传书款子 李迪画 您知道李迪吗 李迪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宋朝一个画家 专画花鸟的 是 实际上呢 这个李迪啊 是跨北宋南宋之间的 一位名家 对 曾经受赐金带 皇帝送给他金腰带 这是一种最高的奖赏啊 对 他是擅长画琴鸟和画动物 您这副呢 从题材上来说到对 可是呢 首先我觉得您这个公鸡啊 画得不好 不够生动 您看他的眼睛也好 神态也好 踏之太远了 实际上跟您说白了 都是现代工艺品的特点 这件你对他的身份和时代了解吗 我觉得是明代的 明代的 对对 这个像呢 我们看 他戴着折颜帽 手里拿着金刚杵 这个人 就是丧传佛教 宁马派的祖师 莲华生 这个像 做工啊 非常的完美 应该是明代中期的 不错的 对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李友松 你好 这个大象很特别啊 对 它是跪着的 它喝醉了吗 没醉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件藏品 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他以前老爱买一些瓷器 都是请教别人 然后就这一件 就是他自己做主买的 花了八万块钱买的 花了八万块钱买的 那是哪个年代的呢 估计听我爸说是唐代的吧 唐代的 就像一个工艺品 像个工艺品 八万块钱太贵了 买了瓷吗 好像有点盐栗子呢 你看不错 不是浅浅咸吗 这算是泡过的啊 你还真有点咸味 真的还点泡过 你还尝了一下刚才 我说家里你尝尝 你咸不咸 我手上有汗 不不 确实是咸的吗 确实是咸 确实咸 但是这个价格 大家肚子都饿了 那你今天带来这件藏品 完全是为了你父亲的 这个收藏的生育而来 对吧 因为其他的都是专家 帮着长眼看的 这是他自己决定买的 代表父亲一定要挺住 代表父亲一定要挺住 如果是假的 这一集节目 就不要让你爸看了 播出的时候 就让他在外面走走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来 这位有请 好的 谢谢 听我爸说 估计是唐朝的吧 唐代的吧 唐朝的 对 这个是个白柚的 加鹤彩的 你看耳朵上面 眼睛上面 加的有鹤点彩 一个贵的 卧的一个像 这种东西 某一看柚子 很古老 像我们唐代的 拱献瑶 白瓷 实际上这不是中国的 是哪里的呢 是泰国的 时代呢 时代应该是元代 就是当时泰国有宿可泰王朝的 那个年代做的 就说明我们海南地区啊 在那个时代已经和东南亚紧密的密切有交往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到了我们海南啊 这也不稀奇 很好 哎呀 成就就像了 看来是真的 得到专家的肯定 这个是元代的 哦 元代的 对 是海老词吗 不是海老词 不是啊 对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闲味 都是手上的闲味 要对正在看电视的 你幸福的老爸说什么 爸 你真有眼光 张岳松先生的末宝 是吧 哎呀 来到海南呢 我就想应当有张岳松先生的墨迹出现 行书 写得很好 写在卷本上 啊 那么年份也够 一望而知呢 应该是真迹无疑 谢谢 这个张岳松先生啊 应该说是咱们海南岛的骄傲 是吧 他是咱们海南龙湖人 啊 这个嘉庆年的近视 呃 后来呢 官居二品的 湖北不正时 啊 那么这个人呢 应该说还是一位大才子 能诗能闻 擅长书法 这是咱们海南的一位先贤 您应该好好收藏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嗯 来 各位藏友 慈禧老佛爷的东西来了 哈哈哈哈 刘长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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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带上写的是 这可是慈禧太后用过的 什么天皇呀 天皇 你看是不是天然 是不是天然马脑的 马脑 那这 他怎么就是慈禧老佛爷的呢 这个是我老岳父的老太爷 老岳父的老太爷 差不多到慈禧那了 到了 到了 我爱人是成德人 每年慈禧太后 去成德 去成德碧子山庄 碧京之地是河北的兴隆 据老人讲 就是读读呗呗 讲下来 有一年慈禧太后 从北京到成德碧鼠 慈禧过去以后 离慈禧将近一 一华里的位置 过了一群马队 他跑速特别快 路过这村庄 这些 这些人员 掉在一个粪堆上了 我这岳父的这个老太爷 这个祖宗啊 就捡到了 所以就传这么些代 都说是慈禧用过的 这个来历 因为我还跟你讲 这个碧岩湖 我是汤山地震 七二八大地震 七六年七二八 我在河北理工大学上学 随身携带 我在四楼 埋了三天 二十四军的当兵的 解放军叔叔 把我扒出来了 然后扒出来以后 秘密之中快要死掉的人 也没撒手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您以后讲这个故事 可以把老佛爷那段给省掉 给他没关系 对 因为那一段 那是听老人家说的 可是您这个 这是 他是陪伴您的 这是亲身经历 谢谢 跟我们正在交流一下 原来是一个小鼻烟湖 我老岳父 第一老太爷 他住在河北兴隆 据老人讲 说是慈禧太后 从北京上必有山庄 马队过后以后 岳父的老太爷捡的 什么材料 听老人讲说是玛瑙 天然玛瑙 另外两边这个黑花 绝对是天然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应该是料的 不是玛瑙的 也就说是玻璃的 但是这个玻璃不是现在的玻璃 应该是清末 或者说民国初这段时期的玻璃 那么它这个做法是仿玛瑙的 那么这件东西呢做得很粗糙 为什么呢 它这个孔不是打在这个瓶口的中央 而且呢 鼻烟 有一个鼻烟扫 很细的往里边揉 这个孔很大 偏大了 它应该不是防鼻烟的 应该是防药的 所以这件东西呢 绝对不可能是慈禧太后的 慈禧太后的卫队啊 或者说随从啊 就掉了 掉了也不可惜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名贵东西 一块大扁啊 这个刚才啊 刚有一副张岳松先生的 行书利舟 现在又来了一块张岳松先生 手书的大扁 这是您加的吗 是购买的 不是家常 年份呢 就是道光 道光时间的 木材呢 是南木 保存的也好 尽管黑漆有掉落 但是上边的贴金 还是灿烂如星 当年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 这几个字就是张岳松的 没问题 这几个字 张岳松先生的手书 没问题 非常开门 比例厚重 潇洒 来再次向各位藏友汇报一下 我们现在拿到的统计数据啊 到目前为止呢 入场的藏家已经有1000多位了 而且真品率是相当的高啊 75%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预祝 接下来的藏友好运啊 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出场 来有请 这是这是一件青铜斧 我父亲他一朋友 在90年代的时候 到海南省的东方镇 看到当地的农夫 用这个东西在煮的猪食 就看到这个东西比较缩大 而且他升温比较快 所以就把它收藏了回来 我父亲就是希望他能够转让 但是那朋友不愿意转让 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他朋友看中了我父亲的一件海南黄花梨的罗汉床 一张罗汉床 当时它的市场价格是40万 40万 你爸心里是这么琢磨的 说这个锅呢 有我们海南的本土文化 别流走 黄花梨咱们这不差 是这意思 但是这个海南黄花梨的罗汉床 我父亲有几张 有几张 对啊 你光有几张床光睡不行 你饿了以后还得有锅呀 据我从父亲那了解 这一件它是一件青铜斧 它是以前就是一个在军营里面 专门煮东西用的 对对对 这件是一个圆形身腹双耳的一件斧 或者通俗说就是个大青铜锅 对 它虽然是个军旅用的锅 但是呢 你看它还很有艺术性 那个两个手办上好像还缠着蹄绳子 每个那个蹄绊上都有三只小鸟 很有生活情趣 制作非常规整 特别能体现我们海南地区啊 民族文化 年代嘛 我们想 气形人应该是捍卫左右吧 捍卫 接近两千年左右吧 也是很不容易吧 能保存到现在 谢谢老师 好 这口锅老师渐进了一下 然后得出了结论 它是一个旱代时候的一个行军锅 专家有没有说你拿四十万黄花梨换 没有说 没有说 我们作为调查一下 因为他没给专家说 大家认为换的值得请举手 好 认为不值得请举手 具体留的吧 没能会买的 你搜的 好 谢谢 谢谢 下面写的康熙款 对 这种瓶子是有康熙的那种棒锤瓶的造型的样子 绘画和我们康熙时期完全不同 用的材料也是康熙五彩里面没有见过 绘画的也比较拙乐 是个新的防品 这就不用介绍了对吧 哇 真好漂亮 咱们俩坐着就下面聊吧 来来来 这件大器是我们海南本土的供桌 它叫翘桃岸 翘桃岸 对 翘桃岸 自然供桌原来是供在池塘里面的 哦 池塘里的供桌 他们是一个大姓家居 我们去跟他谈判 跟他预嫁之后 他们派出了十八名代表 最后 最后是他开出了一百万的天价 一百万 这是03年 03年 一百万 一百万的天价 最终以三十七万成交 三十七万 当时三十七万也是天价 而且可能正因为它是这个池塘的供桌 所以你看在这个用料上面啊 那是 它是一目一去 生成像这个供桌的原材料 它最需要 最起来需要四百年以上 这是一件很奢侈的 黄花里的供桌 很有实力来问定我们海口的民间国宝 这件东西的它珍贵之处呢 它全都是石料 料面很宽 用料很利 很奢侈 很受刺 包括前面两个 两个三万马蹄 而且它是一目一去 就是所有木料都出自一棵树 对 一目一去 所以它的花纹 它的颜色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没有拼 没有装 所以这件东西非常珍贵 看了以后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这盘子呢 是我大概200年左右 在市场上 我去溜达 一看 这东西我觉得挺奇怪的 应该是中国的盘子吧 这工艺看起来 怎么会画两个西洋人呢 结果拿一个瓷器给它换 又添了一点钱给它 这是一件清代中期的福建 德化瑶的青花的西洋侍女的大盘 那么为什么画西洋的侍女呢 应该是当时作为贸易词啊 是外国人 欧洲人来我们德化瑶来定做的 同时呢 这么大的盘子烧造非常困难 不但烧着困难 这往西洋去怎么运啊 怎么运啊 你说是怎么运的 这不好拉啊 我在想是不是 应该是用草绳啊 或者什么 草绳边面 或者框子把它给 包一包 这个呢实际不是的 像这种外销池 从送圆以来呢 像这种盘呢 先撒上豆 豆子 然后呢一层层的挪起来 撒一层挪起来 然后再喷水 在温度一定温度情况下 这豆子发芽就长出来了 哪里有空隙 它往哪里钻 就把这所有的空隙都密实了 这个等于是古代的膨胀材料 是吧 很巧妙 这种东西啊 也是当时一个历史的见证 非常好 您还是真有眼力 对 有请下一位藏友 工昌球 你好 东先生 你好 终于见到你了 你好 今儿带来了谁的大作 明代的 丁云鹏的 丁云鹏的 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 这个 很长很长 应该是我外公传下来的 传给我父母亲 以前我外公家里地主吧 很有钱 我爸大概是帮我外公家里打工的 您等等 外公是地主 您爸爸是给 是长工 打工的 那不就是那个最经典的 就是这个地主的女儿 爱上了长工 有这个意思吧 大概以前我老爸可能长得比较帅吧 你后来自己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啊 这些都是金粉 真正的黄金化的 硬物 绝对不是现在说什么 有些什么那个化学 化学金 不不不 感觉表不像是旧表 像新表 表新表 这个东西化是旧的 全长是 四米六 四米六 很大的尺幅啊 好 很少见 很少见 跟我们专家聊一聊 谁画的 丁云鹏 丁云鹏 是以前我外公传给我父母亲的吧 这个丁云鹏啊 他是明代 活动在万历前后的一位很伟大的画家 专门擅长人物 丁云鹏确实经常画世道人物 但是呢我们细看您这个人物 一文线条远远赶不上丁云鹏的水平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应该是一幅清代民间的绘画 就是清访 清访民代 也就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 怎么说 那个专家说这个是清代 清代的时候那个画的 但是我本来还是保留我的意见 因为我在想清代的人就是画家 这么长的东西 他要去用金粉去模仿人家 我想这个概念比较小吧 这是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好 好 谢谢 问您这么大的镜子在哪儿买的 做朋友的他出餐去买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他比较喜欢古文那些东西 将会收藏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看这个铜镜 这尺寸已经超长了 这家伙直径起码得有30公分的 如果这种大型的铜镜 能够传释的话 那肯定是价值连城了 但是这些图案呢 这些都是写实性的人物 这中文这还有狮子 这下面就算是龙啊 看镜上从来没有这个图案 因此呢 这个图案来说 就是他自己拼凑的 自己创作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现代的一个新的工艺品 这个瓶子呢 是我哥哥就是前几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就是帮一个朋友的忙 这样帮他转过来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 宋代登峰窑珍珠地 滑花的一个大口的罐 从胎上看 是我们登峰窑一种灰胎 很细 同时呢 他用了白色的化妆涂啊 而且珍珠地的这种花纹呢 显得这个花卉啊 非常的丰满 同时呢 我们发现里面的黑柚啊 非常均匀 非常光润 而且呢 做得非常的规整 所以这件东西 应该是宋代的 这个瓷洲窑戏的一个精品 谢谢热情的海口的藏友 谢谢大家这么多天来 带着自己的心爱的藏品 跟我们分享 我们感受了海口的阳光沙滩 再加上有这么多上千件的精品 让海口的这个夏天 可以说是充满惬意 而且充满回味 经过这么多天的海选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 四件候选的民间国宝 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 我们瓷器组的推荐 掌声有请邱小军老师 为大家推荐 今天我所推荐的 是一件南宋 剑阳窑黑柚 六角火塔 掌声有请仓友 陈发起先生 这件佛塔是南宋时期 福建的剑阳窑所做的艺术品 那么烧造这种佛塔呢 是极其汉见的 它气形硕大 要特制的一种窑具 才能够烧造 也是目前所见到剑阳窑的 第一次见到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推荐为 我们这个海口的民间的候选国宝 陈先生有没有信心 您这件产品能够问定我们海口的民间国宝 有信心 您的竞争对手很有可能是大名鼎鼎的黄花梨 黄花梨从价值上会比我们高 但是价格高的不一定就是明天国宝 要的就是这个自信心 我们跟现场的海口藏友来互动一下 我认为是三百万 这么说大 这么精美 我认为是很难得的 三百万估计都给低了 三百万估计都给低了 我说应该是五百万 女藏友就比男藏友有气势 这件佛塔由于它比较稀有看见 所以说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同时最适合博卧馆收藏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书画组 掌声有请我们的书画组的寻宝专家 金韵昌老师 我为大家选定的书画类民间国宝是 清代道光年间包士臣所写的凯书长卷 掌声有请我们的苍友 李友谷先生 这个手卷经我考证 它是包士臣先生70岁的时候 所写的一件精品 包士臣先生啊 他实际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方面 他的理论造成了清代晚期悲学大胜的局面 这个手卷有四米多长 在现在艺术品市场上非常少见 这产品呢是他第三代这个收藏四家是济南的 山东的 但是他的后代现在是三亚 在三年前十万块钱 想把它转让出来 哎呀 刚才金老师介绍完了我这个后悔呀 啊 我是三亚的 当时这个东西在我手里停了一下 可惜我有眼无珠啊 找认识金老师要知道这么贵 我还能让那个李先生拿到手 我早留下来 哎呀 我天 我觉得五十万就顶头了 这个五十万的给价 风凉意味很浓啊 醋意呗 哎呀 李先生 没想到吧 没想到 就是冤家 不叫冤家 你看到他那个 他自己都说充满醋意的报价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感觉到为他感到遗憾 你这话 你这话听起来 哎 太不真诚了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 他说的情况呢 我相信完全都是实情 因为就是即使在三年之前 古代书画市场上的情况啊 还是画贵而自贱 那么到今年的春拍 像清代中晚期 这种一流大名头的四尺利轴 基本上都达到了五六十万一轴 这个手卷呢 有四米多长 咱们姑且算它三个利轴 我想采访一下 坐在第二排的那位藏友 没办法了 我刚吃了一下 一片塑笑剧情玩 回去通过这件事呢 自己呢 要多学一学 有机会的话 拜金老师为师 以后再到我手里的东西 保证不会流走了 掌声做给这位藏友 我们进行我们 青铜佛像组的推荐 有请我们青铜佛像组的寻宝专家 金深老师 有请 今天呢 我就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组 明代的一佛二菩萨像 掌声有请我们的藏友 白金伟先生 大家好 国宝来了 好 国宝来了 好 这根像 就是我们最熟知的 释迦摩尼佛成道像 它有一个特点 在它的头上 又带了一个宝观 我们称这种佛呢 叫宝观佛 是标准的明代早期的佛像 这三尊像 这个呢 是明早期的 这两尊呢 是明中晚期的 虽然呢 有一点时代的差距 但是呢 如果搭配在一起啊 风格还是很统一的 来我们现场 喜欢青铜佛像收藏的藏友 我觉得这三件东西应该价值三百三十万以上 要我允许我说句海南话叫做 是什么意思 这三件东西非常给力 很给力啊 好 谢谢 这个艺术品呢 它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给你一百万 我让你上市场上买些 你买不着 对不对 它这个艺术品是 它有它的独特性 稀少性 还有就是所谓的缘分 好了各位朋友 我们掌声有请蔡国生老师 我所要推荐的 法相组的民间国宝候选 是 明 黄花礼 藏 拱作 一张 掌声有请 藏友文琼丹 朋友们好 深圳的国宝来了 四海南真的 掌声激烈点 很会拉票 那么这一张大的鼓作 它呢 细心缩大 中间的一块面板 将近四十公分 那么如果这样的独夫的面料 需要的这个材 那必须要四百年 五百年的树才能长成 第二呢 它带有我们海南 本乡本土的制作风貌 它是粗广 淳破 浑厚 又有我们海南独特的风味 应该说绝无仅有 文先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它是我们海南人民的文化遗产 既有海南特色民族风情的文化遗产 大家都听见了 刚开始把他搬上来的时候呢 我一看 简直把我吓一大跳 哇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 我是身为海南人 郑重的海南人 郑重到看不到这么大的 万一 以现在的这个造价的话 造出来估计都要几百万 再加上明代的 所以我给他的价格 我觉得保守价一千八百万 正像各位常有所说 他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而且还在不断的升温 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呢 我想今后再要做 那是无论如何是做不起来的 谢谢 谢谢蔡老师的精彩点评 那么四届候选的民间国宝 哪一届能够笑到最后 哪一届能够成为最具投资潜力的产品 哪一届能够成为海口的民间国宝呢 我们稍后立刻为您揭晓 好 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的 第一个奖项是最具投资潜力奖 获得最具投资潜力奖的藏品是 南宋建阳瑶 黑幼六角火塔 我们有请海南省文物研究会会长 张世新先生 为我们的藏友颁发证书 寻宝走进椰城海口 四件候选民间国宝已经产生 七行罕见的宋代建阳瑶福塔 齿幅巨大的清代包式城凯书圈 古朴精美的三尊明代佛像 用料奢侈的海南黄花梨大共桌 谁将问顶海口的民间国宝 结果即将揭晓 好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中共海口市委常委 全团部部长刘庆生先生 为我们揭晓海口民间国宝 受专家庆审团委托 我现在揭晓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海口 评选出的海口民间国宝 它就是 明代海南黄花梨大共桌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跟着嘉宾来训宝 七分故事三分宝 我们下一站去哪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一口大氧鱼缸 当年谁是其主 我没养了 天龙养了 天龙养了 我的 我差点说是恐龙头呢 巨大完整的化石头骨 难道真是侏罗纪的恐龙出现 用北京十二号码数 关一本十二页的测验 众说分云 下期寻宝 走进长春 精彩无限 敬请准时收看